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时候呼唤大天使麦克 有灿烂的蓝色能量 观想自己身披一件蓝色斗篷就能召唤他 他的任务是保护和指导所有呼唤他的人 他手中的宝剑可以斩断恐惧能量 所以你觉得害怕不安全或者自信不足 信念动摇的时候 可以召唤大天使麦克给予你能量 哈喽大家好我是Janita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将介绍大天使麦克 Michelle 德语中的读音是Michelle 所以有些翻译也成为米歇勒 大天使麦克被描述为天使中最高的领导者之一 他被认为是天堂的首席天使 具有重要的职责 大天使麦克通常被认为是穿一件蓝色的斗篷 蓝色被视为纯洁保护神圣的颜色 因此在与大天使麦克的形象当关联的时候 蓝色的斗篷象征着他的权威和力量 同时也代表着他的慈爱与守护 手持一把蓝色的火焰剑 那是一把由烈火之光铸造的真理之剑 它能够照亮周围的黑暗 移除我们果足不前的幻想 恐惧或者是挑战 这要被大天使麦克的光明之剑触及 任何不是爱和光 而只有恐惧的事物都会变成 屈上黑暗的光明 那天使的职责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保护和防御 那天使麦克被认为是保护和防御的主要天使 他的能量赋予他能够保护个人 团体和地球 免受邪恶势力和负面能量的侵害 他被视为战胜邪恶的力量 帮助人们在内心和外在世界中 保持安全和平衡 第二 勇气和力量 那天使麦克的能量赋予人们 勇气和力量面对困难和挑战 他可以提供精神上的支持和鼓舞 帮助人们克服恐惧 怀疑和无助感 并启发他们发挥最大的潜能 第三 正义和道德 作为天堂的首席天使之一 大天使麦克代表着正义和道德的力量 他的能量使他成为公正、公平的守护者 帮助人们寻求和维护真理、道义和正义 第四 指导和指引 大天使麦克在寻求指引和指导方面 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他的能量使他能够提供智慧和洞察力 引导人们走上正确的道路 帮助他们做出明智的决策 并找到生活的目的和意义 第五 创造力与变革 大天使麦克的能量具有创造力和变革的力量 他们可以启发人们发现自己的内在力量和才能 并帮助他们在个人和全球层面上 实现真正的变化与进步 大天使麦克和他的天使圣团 大天使麦克领导着一支天使部队 这些神圣的存友致力于保护人类 正如您所知道的 除非我们邀请他们 天使无法直接介入保护我们 但这些存友将解尽全力的守卫 指引和保护那些感到绝望和无助的人们 他们经常会出现在战争和充满恐惧的地区 他们是致力于为全人类祈福的和平战士 光之工作者大天使麦克对地球的光之工作者情有独钟 光之工作者是收到召唤来帮助人类的人 他们将把自己奉献给他人 帮助其他人的灵性成长 无论对方是否意识到 大多数光之工作者通常不会意识到自己特殊的天赋和才能 因为他们是世界上最谦虚最无失的人 当一个光之工作者追求自己神仙的道路去帮助他人的时候 大天使麦克的能量和天使圣团 都会加入他们的行列 支持他们的服务 今天我们将连接大天使麦克 为我们建立一个金色光的保护罩 在你觉得害怕不安全或者自信不足信念 动摇的时候便可以呼唤大天使麦克给你力量 这样你们随时都会觉得自己是被保护着的 然后当你准备好的时候我们开始明讲 你找一个安静的舒服的地方走下来或者躺着 脊椎伸直 头顶稍稍向上延伸 到时候下巴 我们先做几组深呼吸来放松自己的身体 深深地用鼻子吸气 缓慢地用嘴巴吐气 在吸气的过程中 我们去感受新鲜的空气 从鼻腔进入我们的身体 来到我们的肺部 最后到达我们的腹部 慢慢地向全身扩散 我们在吐气的过程中 去感受身体里那些焦虑 恐惧 害怕 不安的情绪 都把它释放出来 然后深深地吸气 用鼻子吸气 鼻泪充满了更多新鲜的能量 缓慢地用嘴巴吐气 我们释放掉了更多 滋留在我们身体 的负面情绪 好深深地吸气 慢慢地吐气 现在我们感受到 身体的放松 我们的头皮开始放松 慢慢地我们把整个放松的能量 带到我们的大脑 再到我们的头领 肩领 肩领 装臂 张手 放松 然后我们放松我们的肺部 轻轮的方向 得到了放松 慢慢地我们把这一股放松的能量 带到我们的腹部 感谢他工作了一整天 现在是休息的时刻 慢慢地我们把这一股放松的能量 带到我们的下腹部 骨盆腔 最后经由我们的大腿 膝盖 小腿 来到我们的脚踝 脚掌 和十个脚趾头 现在我们 在做两股深呼吸 深深地吸气 让整个放松的能量 充满了整个身体 慢慢地吐气 释放掉更多沉重的能量 最后一股深呼吸 深深地吸气 好 缓慢地吐气 我们现在感受到身体的轻盈 和身体的放松 非常的安静 在这个冥想的空间 只有你自己 现在 我要请你把注意力 放在我们心轮的方向 保持均匀的呼吸 去感受你的内心 现在 我请你想象自己 深披蓝色的斗篷 出现在 画面当中 感受到 大天使迈克的能量 在你周围 你可以 你可以 想象 那一独特的形象 出现在你的眼前 或者 只是感受到 它的存在和能量 你也许 你也许可以看到一个 有着金色头发的 年轻 英俊 并且强壮的男子 在身披蓝色的火焰剑 不管 你有没有看到 大天使迈克的能量 大天使迈克的能量 已经来到我们的冥想空间 这时 我们 请求大天使的帮助 和保护 请你 使用 如下的话语 亲爱的大天使迈克 我请求你的帮助 和保护 请你用金色光 为我创造一个防护照 抵挡任何不是爱和光的能量 进入我的能量场 你想象 一道金色的光 从大天使迈克 那里 流入到你的身体 和能量场当中 你可以 想象 这一道光 从你的顶轮 沿着脊椎的方向 往下 经由你的美心轮 额轮 心轮 神经虫 生直轮 最后来到 海底轮 整个中脉 都充满了 金色光的能量 慢慢的 这股金色能量 还是 扩散在你的身体 覆盖 覆盖 覆盖到了 每一个 细胞 每一寸肌 肤 这个金色光的温暖能量 充满了你的整个存在 保持均匀的呼吸 去感受这股温暖 你想象这一道金色的光 开始在你的身体外围 围绕着你 请你想象这个金色的能量 慢慢的扩散 来到你身体以外 不远的地方 形成一个金色的光球 从而形成一个坚固而强大的防护罩 在这个光球 里面 只拥有高频率的爱和光 并且只允许这样子的能量 进入你的能量场 你保持均匀的呼吸 去感受这个金色的防护罩的存在 并且把注意力放在 它的强大能量上 保持均匀的呼吸 我们可以去想象 这个金色的防护罩 就像一面静置一样 它可以反射 为所有不是爱和光的能量 保护着你 免受负面 情绪的影响 我们在这个金色的防护罩中 停留一段时间 保持均匀的呼吸 去感受它的保护和温暖 当然 你有任何问题 也可以在此刻去 与大天使迈克 对话 寻求指导 或者 受它的能量 与里共鸣 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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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 保持均匀 均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也许你已经得到了你想要的档案或者启示 当你完成时慢慢地回到此刻的意识当中 我们保持三组深呼吸深深的吸气 慢慢地吐气 我们感谢大天使麦克的保护和指导 深深的吸气 缓慢地吐气 我们也感谢自己现在抽出时间 来完成这一次保护能量的金色罩的设置 深深的吸气 缓慢地吐气 这时你可以轻轻地摇晃身体 拿伸一下肢体 让自己回到日常的觉知当中 这个冥想过程可以根据你的个人喜好或者需求 进一步的自行定义 你可以花更多的时间与大天使麦克的连接上 探索与他的交流或者接收额外的信息或指导 目标的是要相信和信任这个过程 并让自己完全打开接受他的爱和保护 每次你要想使用这个冥想来建立金色防护罩时 只需要照着这个引导来进行就可以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可以感受到这个防护罩的能量越来越大 并且更容易与大天使麦克连接 当你有需要让大天使麦克来帮助你清理负面以太能量管道的时候 请你观看右边这支影片 助理有一个平静安全做满爱的冥想体验 感恩祝福您 感恩祝福您